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这个入这个字就会产生直接性的联想 就是进到一个层次进入一个境界 在金刚经里面问到 虚菩提予以云合 虚陀还能做事念我的虚陀还果否 虚陀还是佛陀告诉我们 正道的第一个阶段叫做出果 生文的结果可以至少让我们解脱生死轮回 从出果 二果 三果 四果 阿罗汉 出果是第一个阶段 就是虚陀还 那虚陀还在金刚经里面 佛陀他就问虚陀提 虚陀还会认为自己已经得到虚陀还果了吗 那虚陀提说 虚陀还自己不会认为自己正得虚陀还 虚陀还名为入流而无所入 不入色生香味处法 是名虚陀还 那这一句呢就讲到啊 虚陀还这个出果的阶段 就是我们已经断除见货 知见已经正确了 他对于世间的态度是什么呢 他在这个翻译上啊 虚陀还就名为入流 入圣人之流 那这个流就是类别的意思 那我今天已经进入了圣人这个类别 所以我们常常会骂人 你真的很不入流 你是不是同一个层次的 那虚陀还呢 他现在呢 已经入到跟圣人是同一个层次 同一个类别 那他怎么进入这个圣人的类别呢 他怎么能够入流呢 其实他的入流的方式是不入 所以无所入 不入哪里 不入色身香味触法 是名虚陀还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佛法的修持 跟一般的世间法的努力 是不一样的 在世间法的努力 是一种累积 我想尽办法 挤进这个排名 我想尽办法 争名夺利 我想尽办法 达到自己要的目的 但是佛法里面呢 它是一个简号 要成佛的话呢 就是想尽办法 摆脱对于这些色身香味触法的执着 我越追求 我的这个执着越深呢 我会离圣道越远 越不入流 所以我要入流 我必须要能够脱离 对于色身香味触法的执着 所以叫做不入 那我们每天呢 眼睛看到耳朵听到 鼻在嗅 舌在肠 身体在接触 每天碰到这些境界 它是不能摆脱的 那我们要藉由 每天在境界当中呢 能够保持一个关照 我保持一个不执着的心 那这个是修行最难拿捏的地方 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人呢 每天呢 就是在追求高级的色身香味触法 我们的人生快乐是建立在无欲的 要看到好看的 要听到好听的 要闻到好香的 要吃到上味的 要接触到质感最好的 触感最柔软的 那至于我们现在来学习佛法 我们想要追求最高的境界 那这些所有的追求 在佛法里面呢 它竟然会造成我们入流的障碍 那到底要做还是不要做呢 要努力还是不要努力呢 所以佛法的修行啊 它就是要告诉我们 你怎么样能够真正的 能够入到圣人之流呢 你必须要保持一个绝照 保持一个关照 但是我们一般呢 没有办法去了解这个事情 因此佛法 它就设立了很多种方便 帮助我们提起我们的决心 所以譬如说我们来诵经 这个诵经在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在诵念的过程 因为对于经典的不熟悉 所以我们在一字一句的诵念当中呢 你如果不能够保持决心 一下子啊 这个经就跑到下一句 跑到下一段 甚至于有时候呢 有的人会跟丢 因为呢 你的心没有安住在这个决心上 没有保持警觉心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来告诉我们呢 我们其实诵经的过程 要保持一个决心 师父在说法 大众在听 很专心 在听 没有其他的杂念 没有其他的妄念 如果这里面呢 你这个心里面 有一些挂碍啊 开示的时候啊 你正在想你的事情 这时候你的心放到 你在想的事情上 这个叫做出流 你已经打妄想去了 心已经流出去了 好 那这时候呢 你会发现啊 等到你打完妄想 想完了之后回来 你就不知道师父在说什么了 同样的诵经也是 如果我们今天呢 就是自己有自己的妄想 自己有自己的挂碍 你在送的时候 虽然嘴巴好像跟着 可是你的心 并没有办法保持一个决心 没有办法保持决心 你就会随着你的想的事情啊 就一直不断不断的奔流 那这个奔流的攀缘过程呢 就让你心里面不能够安住 那不能安住 我现在眼前做的这个事情 就不够圆满 所以我们透过诵经 透过礼佛 透过打坐 其实要借由这些方便的方法 来帮助自己保持一个决心 那当我们每天呢 在诵念的时候保持这种决心 能观之心 清楚明白 所修的这个法 也能够清楚明白 念念分明 那保持这个决心呢 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生活当中 在生活的柴米油盐酱醋茶 在面对人事物的这些例行公事 在处理疑难杂症的时候呢 我也能够保持像在送念经典的时候 的这一种专注的心 决心的心 那这时候你对于色身香味触法 你会有不一样的观照 不一样的感受 你能够开始升起一种觉观 这个觉观就是 心经里面讲 照见五蕴皆空的这个照见 那当我们有这个照见的观照的时候呢 你对于这些色身香味触法 你看到好看的 见色而不生贪浊 与理不生分别 不与理中生分别 事故其中最吉祥 所以这个是修不入的方法 就是保持绝照 这个绝照呢 是可以让我们看清楚 色身香味触法 它是不需要花我们太多的心思在上面 因为你在追求的是一个生灭的境界 它追求到了 它还是会消失 乃至于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会为了得到更好的 而不惜造下了恶业 那最后得不偿失 所以当我们去看到了这个前因后果了之后呢 你保持一个决心啊 你对于自己眼前的所有的境界 就可以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而不受迷惑 所以当时当母祖师来到了中国 那大家都不知道师父来到这里 是要来做什么的 那他最后呢 就跟他的弟子讲啊 我来中国的目标呢 就是要来找一个不受祸的人 那不受祸的人是什么 就是不受到这一些五欲六成迷惑的人 那这是要一个有智慧的人 你才能够知道这一些是不可爱的 所以佛法里面讲到的就是一个决性 一个非常清楚不染着于世间的自觉 乃至于我们对于他人 也能够借由自己的修行 自己的身口意 而唤起他人的决性 这个叫做决他 所以自觉觉他到最高的境界 就是入圣人之流 一路就从出果 二果 三果 四果 必知佛果 到最后 菩萨的就近佛果 就是如来之果 所以今天呢 我们问到了菩萨 摩赫萨应该要怎么修 怎么入 能够入如来的境界 所以如来的境界呢 有十种 第一 入无边 成正觉 这个成正觉 就是我们的决性 修到最圆满的境界 那怎样叫做圆满呢 要无量无边 随时随地 在金刚经里面讲 在在处处 极为有佛 所以我们行住坐卧 要让自己保持这个正觉 那如果我们能够呢 秉持刚刚 刚刚师父所说的 因无所助而升其心 随时保持这个觉性 觉察 觉照 那怎么练习 我们礼佛的时候的 我们礼佛的时候的那一个心 没有其他的杂念 没有其他的妄念 我们拿起这一部经典 穿上海青 达衣 你的第一次达衣啊 小小星星 战战兢兢 非常紧张 非常的慎重 这一个心呢 就是我们会成正觉的那个觉性 那我们用这样子的心 来过生活 随时保持觉性的时候啊 你就会在无边的因缘当中成正觉 就是随时随地 都有可能是你成到正果的因缘哦 过去有一个禅师 开悟是什么因缘 他有一天呢 他经过了这个菜市场 在猪肉摊前 有一个客人 就是在跟猪肉 卖猪肉的老板 讨价还价 他跟老板讲 他说老板 给我一块筋肉 就是上等的肉的意思 这老板呢 非常的不以为然 就把他的这个屠刀啊 往他的这些猪 这个一戳 他说你说 我哪一块肉不是金的 结果呢 这两个人在讨价还价 在那边吵架的时候呢 这个禅师听到这句话 他竟然开悟了 那我们一般呢 都想 哇 这个猪肉摊 行人墨镜 尤其像我们吃素的 学佛的 都觉得难以忍受那个味道 而且呢 感觉那里 那个杀气腾腾 很多的杀业在那个地方形成 可是呢 这个禅师啊 他听到任何一件事情 都变成他 启发他的开悟因缘的因缘 所以哪一块不是金的 是啊 哪一个生活的片段 不是成正觉的因缘呢 所以呢 在这里 如果我们真的 觉得自己的道业 应该要成就 他一定不是在某一个固定的地方 任何的一个伟大的瞬间 他都可以成正觉 所以这是入无边成正觉 那既然能够在随时 都能够念念成佛 那是不是就是念念都是佛 在转法轮呢 所以我们说第二个叫做 入无边转法轮 我们现在学佛 就要跟佛一样 感觉自己就是像佛一样的行 佛一样的说 佛一样的思 那佛陀每天举手投足 他都在转法轮 佛陀这一生 在入胎的时候 他就在转法轮 在弘扬佛法 做一个很好的示范 佛陀出生之后 他在成长的过程 他也是一个非常有示范性的人生 他非常认真的学习 什么都学 而且他一定是一个好学生 一定是一个乖巧的小孩 那接下来呢 佛陀他进入了家庭 在家庭当中 他如何来安住在这个家庭呢 我们看到后面三才童子 五十三餐的时候 访问到这个瞿波女 瞿波女就讲到他跟佛陀过去的姻缘 那他在这个亲眷的关系上呢 处理得很好 那我们就可以学习 怎么样跟我们的亲人相处 也是一种转法轮 那这个转法轮呢 他不是拿着一本经 在这个地方呢 摇头摆尾的佛言佛语 转法轮就是让这个佛法的决性 可以像轮子一样滚动 他可以发挥作用 那发挥什么作用 可以带着我们从此案到彼案的这种作用 这个叫做转法轮 所以任何一件事情 要从困难的此案 要突破这些困难到最后呢 圆满的彼案 这叫做转法轮 所以任何一件事情 都可以是我们转法轮的机会 转法轮的因缘 所以行住坐卧 都能够转法轮 就是入如来的境界 那这个方法呢 有很多 所以我们要广学多文 佛陀跟我们的差别 就是他有千百亿化身 我们呢 同时啊 要做三件事情 我们就叫做分身乏术 那我们当我们做不来的时候呢 我们的心就会浮躁 觉得一件事情都做不好 那我还要做十件事 十件事情 每一件事 没有一件做好 你就很想放弃 但是呢 我们其实在借由这些事情的锻炼呢 是在帮助我们 圆满我们的一切智哦 因为佛陀 他能够达到一切智的时候 他可以怎么样 他可以什么事情都做得好 而且还可以千百亿的 各式各样的方法 那各种方法呢 其实都是一种方便 目的是要让我们能够达到究竟 所以我们要广学多文 不经一世 不长一智 不管是世间的所有的事情 或者是出世间的所有的修学 都必须要能够知道方法 那这个方法掌握了你的成就就比较会有效果 所以做事要掌握正确的方便 那这个方便呢能够掌握就会很方便 那这个是无边的方便法 那每一个人的学习方式都不太一样 那也可以借由自己的学习 来借由自己的学习来帮助他人来学习 那我们也可以学习别人的学习 别人的方法 说不定有更好的方法 它可以让我们呢 可以更有效率 所以其实我们在修学的过程 在团队里面可以学到最多 因为你只要保持一个谦虚的心 保持一个开放的心 你遇到任何一件事情 你先不要用自己的尺度来评判他人 我们通常呢 因为自己在过去的累积 过去的经验的累积当中 你会有自己一套的处事哲学 会有一套的处事的方法 还有我们一向呢都是如此的 所以当我今天呢 坚持自己的方法是最好的方法 自以为是的时候 你在跟团队合作 这时候你就会开始产生一些烦恼心 那这个烦恼心呢 其实不是来自于这些人事物的问题 而是来自于你自己心里面 有一个很强烈的自我执着 那这个自我执着 一旦先放在眼前的时候 你就没有办法开放你的心 去学习跟你不同的 不相应的这些方法 所以菩萨呢 教我们要入 怎么入 用不执着的心 就是开放的心 保持决心的心 接受无量无边的方便法 那你接着就会发现 你是什么方法 什么人 你都能够无辱而不自得 这时候你就可以充分的发挥 你的内心的智慧 变成一个一切智的状态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还可以入无边差别音声 音声是沟通的工具 我们在说过世界 大家都是用听的 用说的 所以我们要学习 如何去分辨各种不同的音跟声 那我们的音声呢 是佛陀在弘法的音声 因此我们要学习 如来意义演说法 众生随类各得解的一种差别 对每一个人 要能够怎么样 就是一句俗话 叫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我们必须要来见到 这个人他的根性 他听得懂什么样子的语言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不一样的表达方式 但是我们通常呢 就会有自己的局限性 因为我们自己的思维模式呢 他在表达的过程 他有一定的脉络 所以当我们跟不同想法的人 不同逻辑思考的人 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就会产生这种沟通的困难 但是如果我们真正的 好好的去修行 去观察的时候 你会开始慢慢的学习到 如来的无量差别 这个如来的差别是什么呢 如来的差别是因为一种慈悲 他想要让对方能够理解 他想要让一切众生 能够真正的启发 他的决心的时候呢 他的语言三昧啊 就可以让他展现出 差别的音声 所以他对鬼 他有鬼的一个沟通方式 他对于修罗 有修罗的音声表达 甚至于我们可以知道呢 风声 雨声 读书声 声声入耳 他在这个境界里面呢 他变成一个圆通的境界 所以这叫入无边差别的音声 再来入无边调伏众生 入无边神力自在 调伏众生是调伏什么呢 调伏众生的烦恼 所以我们在这个论语里面 孔子啊 就有人问他 他说以利福人 何以灾 所以我们用全世来降服他人 那当然他就是一个方法 我们一般呢 要调伏众生 就会用什么 用自己的地位 用自己的学历 用自己的年龄 用自己的凶悍 调伏众生 这些方法呢 当然他也可以调伏众生 但是众生不会心服口服的 所以孔子就回答呢 如果你要以利福人 还不如以德福人 那以德福人呢 大众啊就会怎样 就会佩服 打从心里呢 能够心服口服 但是呢 佛法是更高明哦 他是用慈悲福人 他用慈悲心 广大无量的慈悲心 他就不是 只是让你心服口服 而且还会让你 大从心里受到感动 当我们有了感动之后呢 众生会启发自己的慈悲心 最后呢 从慈悲心里面 产生一个大愿力 所以这个是佛法 不可思议的地方 我们受到感动呢 我们自己的内在的力量 会源源不绝哦 所以我们常常呢 就是会以为 佛教的慈悲啊 是一种施舍 那你如果真的不了解慈悲啊 你先练习 假慈悲 练习假慈悲的时候 你会发现呢 当你有一个机会 要慈悲啊 你要有一个机会 要慈悲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的内心啊 会出现一种 涌现一种力量 这个力量呢 会让你有 源源不绝的一种动力 这个动力 其实就是一种神通力 这个神通力从哪里来 所以诸佛菩萨 以大悲心为体 因大悲心发菩提心 因菩提心成等正觉 所以要调伏众生呢 用慈悲来调伏 在金刚经里面 虚菩提就问佛陀 云和降伏 云和降伏其心 菩萨要怎么样降伏其心 那佛陀就回答 菩萨要降伏其心呢 就是很简单一件事情 发愿 所有一切众生之类 若卵生 若胎生 若失生 若化生 若有色 若无色 若有想 若无想 非有想 非无想 我皆令入 无余涅盘 而灭度之 如是灭度 无量 无数 无边众生 实无众生 得灭度者 何以故 若菩萨 有我像 人像 众生像 受者像 即非菩萨 所以这个地方呢 佛陀就教大众 要降伏众生 要调伏众生的时候 就是很简单 就是发愿 遇到所有的众生 我皆令入 无余涅盘 而灭度之 我要让一切众生的烦恼 都能够解决 最后呢 入到 不起烦恼的 捏盘境界 这个就是 无边的调伏众生 当我们能够让 一切的众生 都能够成就的时候 其实这就是 佛陀的神力 所以他不是 用威权 来压制众生 而是用一种 无边的慈悲 来感应众生 所以到 第七第八的时候呢 有了这个 神力自在 如来就入 无边的三昧 而能够 献种种 差别生 应以 合身 得度 即 献 合身 佛陀的千百亿化身 是因为 他无量的慈悲 而展现的 无数的神通 到最后 究竟呢 圆满了 无边的力量 叫做实力 如来的实力 如来的无所谓 就是似无所谓 凡是接触到佛陀的 都能够解除他的部位 最终能够视线 捏盘的 清静自在的 极灭之境 所以呢 这个是我们今天呢 讲到有三世 一切如来 的一个入法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 佛陀的果德 佛陀的一个成就 从哪里开始做起呢 在论言经里面 讲到观世音菩萨 耳根源通章 我们要修行 学习佛陀的 原版的境界 就是从 观世音菩萨的音 这个音是什么 就是观 观自在 观世音的观 这个观是什么 那借由 我们 耳根的修行 每天耳朵要听 听到的 每一句话 都是起观行的机会 所以从文 思 修 入三摩地 我们这个入啊 在这时候 就是借由 观的这个字 而入 入三昧 入三摩地 入如来的境 那怎么入呢 在生活中 每天 都用我们自己的心 从心当中 用心的听 用心的听 接触到任何的境界 有人 说我好 我也能够 接受 我不受影响 不烦恼 有人 说我不好 我不会马上 就跳起来 马上反驳 非常的生气 或者是非常的委屈 不管遇到好的 坏的 顺境 逆境 你都能够保持这个观 所以当我们有了这个观呢 在听闻 这世间的音声的时候啊 你就可以入三摩地哦 所以 论言经里面就讲 你如何来观呢 观世音菩萨说 他就是从耳根开始来修 出于文中 入流 往所 所入 寄集 动静 二相 了然不生 所以观世音菩萨的 耳根元通章里面呢 出现了一个入流 这两个字 所以我们前面讲到虚陀环 他不叫做入流 为什么 他虽然叫做入流 他无所入 无所入 不入 色身相味触法 那既然这个色身相味触法 不入 他其实就是往所的意思 这个色身相味触法 就是我们所对的这个静 静 就是我们 面对的任何的境界 这是所 那我们谁在面对这境界呢 是能闻之心 能观之心 所以我们是能 静 是所 能跟所 相对应的时候 保持一个入流的观念 入流的观照 所以入流 就是当我们对静的时候呢 能够不执着 不攀缘 不分别 不妄念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叫做入流 那当我们 听到任何事情 碰到任何人 你都能够保持 这个观照的心啊 所入 寄急 不断的这样练习 慢慢的你的心 就会 安静下来 这个急 就是安静哦 所以当我们开始呢 修行了之后 你有一个自觉 什么自觉 就像有的人哦 他皈依了之后 他拿到了一串念珠 感觉呢 自己身份有所不同了 那当我今天呢 带着这个念珠啊 来到了这个生活当中哦 你就会有一种自觉 或者是我发了愿 我要吃素了 那这个时候 你在吃东西的时候 你就会有一种自觉 你会去注意 它是素的 还是荤的 以前呢 这个还没有吃素的时候 你可能都注意 好吃还是不好吃 你现在吃素的时候 哎 你就会注意 嗯 这是素的 还是没有素的 所以有时候呢 你就会看到啊 那个吃素的小孩 人家给他吃糖果 点心 饼干呢 一般的小孩啊 他没有吃素的 他吃 看到什么 就抓来吃 但是呢 如果是吃素的小孩 他就会先去看 这是我可以吃的吗 他会先去看成分 这个就是一种觉啊 他知道他自己 是吃素的 他知道他自己现在呢 不要杀害一切众生 那他知道呢 他现在 我现在来持戒 我要持戒哦 我要当菩萨 不管是不杀身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妄语 不饮酒 这几条戒呢 就是我要遵守的 那有了这个遵守啊 你就会保持绝性哦 就像我们现在 要知道啊 今天 有警察出来巡逻 我开车的时候啊 就会特别注意 有没有警察在旁边 有没有拍照的摄像机在旁边 那这个就是一种自觉 一种觉性 你会提高警觉 那我们在生活中 如果都有这种自觉 觉得自己是学佛了 只是觉得自己是菩萨了 那我应该呢 要来安住在自己的决心上 要来保护自己的决心 这时候 你遇到任何一个情境啊 你都会先关照自己的心 而不会被这个境界牵着鼻子走 所以这个叫做所入即即 你的心呢 渐渐的安静下来了 接下来就会产生一个殊胜的结果 叫做动静二相 了然不生 所有外在的动态 或者是安静 动向静向 就是声音的两种现象 一个是有声音 一个是没有声音 那有声音 有时候呢 很吵 你会很烦恼 那有的人呢 怕静 就是觉得很寂寞 所以这两种呢 都是会干扰我们的内心的激进 因此 当我们自己安住在自己的内心当中呢 不管是多么的吵杂 或者是 你最害怕的安静出现的时候 你都不会影响你内心的平静 这个叫做了然不生 所以这是菩萨的第一个阶段 他的入流 有功 他就会产生呢 对于境界啊 能够了然不生的安然自在 如是见真 闻所闻静 静闻不住 觉所觉空 空觉即圆 空所空灭 生灭 寂灭 寂灭 现前 接下来如此的继续修行 就渐渐的解决了 闻解 觉解 空解 灭解 到最后呢 拖三空解六节 极灭现前 极灭现前之后 你突然呢 就能够大彻大悟 朗然绝照 你的心呢 跟十方的诸佛 十方的众生 打成一片 这是极灭的境界 所以你会得到两个殊胜 一个就是跟佛一样的词 一个是跟众生一样的悲 这个叫做大慈 大悲 观世音菩萨的法门 叫做大慈 大悲 他的修行 的入处 来自于两个字 叫做入流 所以我们今天呢 讲到了这个入 这样子的修行 他可以让我们最后 入如来的境界 入如来之地 也希望大众呢 我们学习 当观世音菩萨 保持自己的观 保持自己的照见 那我们在生活中 就可以渐渐得自在 今天的开示 致此功德圆满 阿弥陀佛 好